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妈祖最美好的安排 时间回到20年前 当时王重领他一心向往着能够出国去念个学位回来 结果呢 妈祖就告诉他了 你要托福考高分得先把祖坟的风水先搞定 少年哥啊 这么贴齿怎么信得过这一些呢 没想到妈祖连续给他18个省规 他也不得不信了 就把家里祖先的这些祖坟的风水给搞定一个弄好 他顺利出国了 更神奇的事情在后面 居然后来美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恐怖攻击 居然那一次妈祖也让他逃过一几 一山声的凄厉叫声 跨破原本安静的庙宇禁地 坐在椅子上的女子满脸痛苦 挣扎惊软 一旁的家人焦急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帮忙赶走这一切的绝望与煎熬 鸡同念念有词 像是沟通又像压制 病痛缠身的性重摆动身躯 身旁还得要有两个人抓着 才不至于瘫软在地 有一些那个英文在抓他头 他现在要把他抓 他现在神明要给他 把他用出来 不断求饶的艾名 让人听了语心不忍 万鸞这座小庙 在信徒之间口耳相传 许多人骗询名医 找不到方法医治 最终只能求助神佛 妈祖查到他本身 他体内有 总共有26条的那个英文 就是我们俗称的卡道尼 刚刚那只会大叫 就是英文就是附在他身上 就一直在拉扯他的 拉扯他的身体 奇迹要干嘛 就是跟他讲说 这个是我的幸福 那你不要来找他的麻烦 vlog 我們有新長期 新長期 天前 我們的 鄉親歸親子母 我們有新的 還有改善 雞同一老大 就有新的 令人震撼一幕 王重霖冷靜站在一旁 與雞同對話 擔任信徒與神佛間的橋樑 雞同三花 地關穿在那裡是不是 王重霖外號通靈博士 幫信眾問事解決疑難雜症 是他週末的日常 但許多人不知道 在他斯文的外表下 其實頂著劉美的高學歷 真實的身分 跟通靈有著極大的反差 已經最後一週了 我跟你講 我現在要開始計算起末成績了 你不要過 你就不要怪我 平日一到五 在大學裡授課 假日就到廟裡 幫信徒問事解惑 堂堂一個大學教授 怎麼會變成 與神佛對話的人 就地重游 這裡就是二十二年前 改變王重霖人生命運的地方 民國八十五年那個時候 八十五 八十六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準備要去出我留學 可是第一次考託輔助考沒有過 就考不上 他就說不然我帶你去那個 安國公拜拜好了 對 他就帶我來 然後那個媽祖叫寫字 寫字之後 我們翻譯說 翻譯說我已經等你一二十年了 媽祖點名 當時早已久候多時 讓王重霖嚇了一跳 繼續追問下去 媽祖更點出了一件 讓他不敢置信的事 我就寫 看當時 因為你阿公阿嬤的兩個坟墓的風水 出問題 都隱私 我就想說 這是對不對 我是要來問你一些考驗而已 你這個 我感覺說我沒什麼事 當時的王重霖二十多歲 真是血氣方剛的時候 鐵齒的他當然不信這一套 可是很奇怪 當天晚上我就真的做夢 我都夢到有一個女生 帶我去我阿公阿嬤 因為我阿公阿嬤 是當時是葬在 葬在那個台南 棺材都打開了 我真的看到我阿公阿嬤 真的是沒有負擔 請過來昨天我就馬上又來這邊 這是港口的這邊 我就在這裡拔杯 我就問媽祖 我說你昨天晚上我做的夢 是不是確實是你給我託夢 然後確實是在講我阿公我阿嬤 兩個陰希 是不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子 我一直拔一直拔的時候 我到十八杯 連值十八個醒規的超低機率 讓王重霖半醒半疑 硬著頭皮回去找父母商量 好不容易睡過家人重新開關 只是這一開 所有人都殺住了 尤其是我阿公 我阿公那個時候 連腦水跟肝都沒有爛 因為埋了二十年了 為什麼知道腦水呢 因為他撿起來之後要火化 火化要啪開 啪開那塊腦水 會噴到我的那個衣服上 開關後尚未腐化的屍體 真的如夢中所見 王重霖這下縱算性了 說也奇怪 整理祖坟風水之後 王重霖真的順利通過託服考試 原本應該就此一帆風順 但沒有想到 卻在美國留學時 與死神叫聲而過 為什麼會很感謝 剛恐怖媽祖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沒有他 我可能就死在美國 而且死在美國是死在什麼時候 是死在911 震驚全球的911恐怖攻擊 王重霖竟然在跟同學計畫 秋季旅行時巧妙躲過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天晚上我都做夢 夢到我跟我同學要去玩 要搭飛機 搭飛機呢 忽然那個機長 或是空勤人員 或是站在機艙門口 歡迎大家登機 可是那個機長 確實七也八 一般人認為只是普通的做夢 王重霖有了先前的經驗 當然不敢輕忽 一頭越洋電話 火速大會台灣 好說歹說 終於說服同學延後出發 直到2001年的9月中旬 轉開電視 就看到震驚全世界的這一幕 我就把當時我在定機票 那個紀錄拿出來看 剛好是聯合韓國 其中一個班子 那一剎那我才覺得說 好像真的有神 說到這裡 光重霖心有餘悸 他深信媽祖救他一命 一定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他尚未完成的任務 所以拿到博士學位後 他回到台灣 一邊從事教職 一邊就到廟裡來學習 對 這裡 然後當時 你在閉關的時候 媽祖指示我要閉關幾天 怎麼做 就是除了說要跟 就是睡這裡 上下不能隨便你睡 可是你一個人睡 一定要一個人 阿神尊就放在這裡 有一尊媽祖就放在這裡 一個爐 所以說每天晚上生命 都會通過教你一些事情 教你怎麼通靈 怎麼看生命的字體 怎麼處理是什麼 等等等等很多風水地底都有 一瓶大的禁房 王崇禮就在此閉關 學習通靈之術 期期四十九天 日日夜夜 媽祖都會來到夢中 就像個老師一樣 傳道 授業 解禍也 快要八十歲的老雞童 是王崇禮的入門師父 回想十幾年前 王崇禮來到廟裡的情景 還是印象深刻 我當初 你看起來我很替賴嗎 當初 你都沒有三個心 當初是媽祖怎麼說 媽祖 跟我說很常常教 很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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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喝來 我才喝起來 我才站起來 我會來 他就聽話 對啊 王崇禮回想 若是沒有媽祖的引領 也許在人生的選擇道路上 無法如此順遂 在最徬徨的時刻 是宗教引領了他 媽祖教我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科學是幫助我們 在已知中做出選擇 然後宗教是幫助我們 在未知中做出選擇 王崇禮決定把留學研究的那一套 應用在宗教裡 要解決信徒們 各式各樣的人生難題 凡事都得大膽假設 再小心求證 心裡還有堵的鼓勻 還有一千一根筊 一個問題 至少三個醒筊 還有鼻子幾千一根筊 一場溫室通常一個小時起跳 光是拌筊 信徒就滿頭大汗 對不對 是不是可不可以 通知神明在回答你 不是有我在回答你 所以都是完全百分之百是神意 所以拌筊要拌得很準 前提之下就是要學會問問題 如何問問題 這個才是真正的一個 一個懶的地方 王崇禮運用科學方法 交擋信徒問世小撇步 更吹起了科技風 問世前還得先上網預約 一秒鐘有近四百個 比快的 大家都要比快 幾萬人等著抽天抽不到 好不容易抽上來 就把握這個機會 解決那個解決下一代的問題 王崇禮經手的大多是科學 難以解釋的問題 幾年下來更累積不少 神奇玄妙的人生經歷 今年的年初我就夢到 媽祖然後找一個女生來 牽了一位女生來找我 有四個男生 舌頭那麼長 舌頭很長 長了就那個舌頭就 是那種鋸齒狀 然後一舉起舌頭在割 在舔她那個身體全身 舔到她的那個身體全身 手 腳 臉都是穴漏模糊 後來真的就真的有個女生來 來的話她全身真的都是暈顯 看不好 她為了這個事情 還為了自殺過好幾次 也是一樣媽祖協調 跟對方那個四個英文講說 你不要再找她的麻煩 你有什麼困難 你來找我媽祖 我來幫你安排後路 你先讓她好 果然兩個月都好了 人生技遇 有時候神奇的難以解釋清楚 王崇禮說 也許媽祖 早已經為她鋪好了路 讓她落榜的茫茫人生中 變成人人稱獻的博士教授 更讓她從鐵齒的固執青年 變身能通神佛的神明助手 當初我也苦苦過 所以我知道那些痛苦的感覺 我想要盡量盡我的能力 把她幫助她 從那時候到現在 二十一二年 我從來沒有跟人家 開過一毛價錢 這是謹著我對神明的承諾 對上天的承諾 然後我跟媽祖講 你教我功夫 我會盡著你的那個意識 然後為你服務 到我養受終老的那一天 再來我們給您來看看 這個是在嘉義台南當地 非常有名的一個神秘老人 他為什麼覺得很特別很神秘呢 因為他主著館這樣走路 一邊走路 一邊打著響板 一路這麼走過來 你很難不對他多看兩眼 隨行採訪的過程當中 就這段後面您看看 我們一邊拍我們就注意到了 這老人一路走來沿途 都有人時不時的就衝出來 攔截他 把他拉到旁邊去 竊竊私語 問了半天 說了半天 他到底在追問老人什麼事情 而這個老人 又是什麼來歷呢 一邊走路 一邊敲著響板 神秘的老婆 穿梭在台南上化的街道間 清脆的響板聲 特別引人注目 住著拐杖 疑似眼盲的神秘老婆 腳程確實飛快 走啊走的 從大街轉進小巷 他到底要走去哪 說時遲那時快 正當我們想上前採訪 神秘老婆的時候 路邊突然竄出了一名路人 向他招手 邀約他到旗樓下 竊竊私語 雙方聊了大約10分鐘 神秘老婆再度啟程出發 這一次出現兩名女子 三步並坐兩步 在大馬路上追她 半路攔截後 又把神秘老婆 帶到旗樓下聊天 奇怪了 這名老婆 怎麼如此 受到路人的歡迎 很準耶 你有給他算過嗎 他很有名字 他在哪個家裡 他用這樣啱啱啱啱 啱啱啱 那就是名字 說到這位老婆 在台南上化 幾乎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原來她是一位 行走江湖的聖明先生 這位大間 車流部 聖明有什麼事 如果是我約了不到 你是在台南說錢 吃的沒人不 戲劇裡早期的聖明先生 給人的意象 都是手持百步翻 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樣 專門替人指點迷津 這一位老婆的風格 也很類似 只是手裡的道具 換成了會發出聲音的響板 早是分說 這個早上 用一支鼓咖 鼓咖裡面 有一支桌子 在弄那支鼓咖 弄得咳咳咳 這樣 現在相反的時候 是跟那個波打相反 現在 到現在來就是 整天都打相反了 沒有用那個鼓咖 打相反行走江湖的聖明先生 已經非常少見了 這位老婆連西川 由於會不定期 出現在街頭 被譽為是嘉義 台南一帶的隱藏版人物 據番網路討論區 臉書社團 都有人在打聽他的下落 紛紛稱讚他 算命其準無比 到底是真是假 他就是 也不算固定 可是你就常聽他的響板聲音 就知道阿伯來了這樣 對 然後而且常常會有 我們都有不同的社團 什麼鎮港上話人 他們都會有人在上面 宣問說 是不是阿伯什麼時候會出現 就滿多人想要找他的 而且他的評論都還滿準的 由於占卜算命 涉及個人的隱私 我們的攝影機 只能遠遠拍攝 但這一些 上門求老伯 結過的男男女女 在算命之後 都顯得豁然開朗 我之前去中山路的花點 然後買花的時候 老闆娘就說 這個老師很厲害 對 然後我就大概有看了一下 他的背影 但是那一天沒有追上去 是剛剛我跟我同事 經過的時候有看到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老師很厲害 看算的結果有準 還滿準的 對啊 當然 都有說到心坎儀 老伯算命到底有多準 這名女子上門問事 才一抽完籤 就被斷言去年曾遭逢死結 這家門是醫學發達 才叫起來 沒有本來要死的 對 我知道 你本來要死嗎 對 你死不去 去年狀況不好 本來就要死 懸葬期間往死一天 往死一天就是死啊 你知道嗎 我看到 這樣你太過世了 不錯了 傑後餘生 這是真的嗎 我們求證當事人 他說去年生了一場大病 一度住進詹湖病房 差一點就不回來 對照年溪川的說法 他覺得奇準無比 為了慎重起見 我們徵求到另一位 前來算命 也同意上盡頭的民眾 測試年溪川的功力 你要算什麼 馬上算事業 對 你要排八字 排 269 269 拿出點字版的秘籍 摸呀摸的 失利只有0.1的年溪川 肉眼雖然看不清許多事物 卻彷彿能靠著一雙 像喬首洞悉陌生人的過去和未來 你們老婆可以生三個 結果剩兩個嘛 對 胖跟一個女生 對 剩兩個你跟你們大支 真的還假的啊 蘇妹平生了陌生人 連溪川 竟可以精準命中 她的家庭狀況 接下來 吳小姐想抽零籤 算一算自己的愛情運 這一支是小姐拋鏽球 你現在就有頭髮問了 所以你這個 你自己不愛搞而已 你頭髮都有了 這頭髮不斷了 你看 有很多人在害你 這一題準不準呢 吳小姐笑而不答 看來很多事只能意會 不能言傳 但是她說 自己的親生姐姐 在幾年前 曾被連溪川算過命 准到全家人都瞠目結舌 我姐姐要考高中的時候 然後這一位算命老師 就跟她說 她只能就是會上護士 但我媽媽就堅決 不要讓她做護士 命中注定當護士 天命真不可為嗎 她自願前任很多種 不一樣的科系 但她還是只種護士 然後我媽媽也不能接受 但最後還是只能接受這樣子 精準的鐵口直斷 到底憑什麼 從事這一行 近40年的連溪川 謙虛的說 這都是經驗累積的成果 去屁東跟人家學 學一個學後的時候 在那時候 感覺還不夠 這又去科養 又去學 那三四個師傅 再來又自己看一些切 這樣而已 連溪川說她患有先天性白內障 年輕時做過按摩 高中畢業後 就去拜師學算命 學藝有成後 開了祕像館 替人算流年八字 刮刮她 她就分成骨頭獎 刮刮她分成 你如果最傳統的 是金錢掛 金錢掛就是三個金錢 三個金錢 錄到那個 一個骨骼裡面 金錢掛那個要請錢 那要先點香 祈禱之後才可以擲 所以那種我們沒有拿出來 那是以前在家裡有在做 不然就是去美人在做 精通各種傳統的占卜方式 連溪川本以為開密相館會生意興隆 沒有想到事與願違 直到行動電話的出現 她決定換一條路試試看 沒有想到這麼一事 開啟林溪川 算命事業的第二春 視力不好了 幾乎每天都搭火車到南台灣各定點 替預約的客人算命 鄉里間一傳十 十傳百 口碑不差 我禮拜六四去台中開會 開會之後我還會對方換去去找人 可能這樣就比較不方便 採訪還沒結束 客人的預約電話就響個不停 生意好得不得了 由於民間盛傳 替人算命洩漏太多天機 會招來狠禍 林溪川難道不怕嗎 有一種是他自己去採訪一尊 那種閃爍 閃爍要慢慢把他借發 那種也會養小鬼 那種也是有一種辣 有 但是這種也很少 那種都要做 像你說要付出代價 林溪川強調 他學的都是正派的占卜算命 絕不是陰邪法術 不擔心所謂的報應 但從事這一行還是有禁忌 戲劇裡鐵口斷人生死的聖明仙 令人不寒而栗 連戲傳說 要算出一個人的養獸不難 但絕不能說太多 我以前有一個張書大一個教授 那個教授算他給我拔拔 那個教授算他有一個 算他一個同事的款 一個同事說陣前四人 四人說來找他 已經過世的同事 每天不斷騷擾教授 到底怎麼了 關於陰陽生死 連戲傳說他向來是點到為止 即便算出對方冤親債主纏身 也只能暗示當事人 多累積福報功德 我拔那個教授 過兩三年 人家的那個 學生卡通人家說那個教授事 事實上是讓他抓去 我們不能說 難道真是被抓高鐵 怎不事先告訴教授 遭逢死結呢 連戲傳低調不願說太多 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 同業點出玄機 人是有因果關係的 那因果關係的話 如果我們去介入 所以有時候來講就會 讓另外一方不高興 他沒辦法抓交替 是不是他的帳 如果知道說我們告訴了他 是不是他的氣就會生氣 他的帳就會算到我們這邊來 或許正因為生死 攸關許多科學 及非科學領域的事 沒有人能百分之百說了準 算命師也只能點到為止 即便他被封為翔板神算 連戲傳還是奉勸眾人 不要太過迷信 畢竟命運三分天注定 七分就掌握在自己手裡 再來我們來跟您談談 九彎十八拐的故事 說到了九彎十八拐 您想到了什麼 茶葉蛋還是開到要暈車的彎道呢 我們就來帶您看到 是在新北跟宜蘭交界這個地方 有一個石碑 當時擺了一個 所謂的賣茶葉蛋的攤子 我們找到了老闆 沒想老闆告訴我們 其實當時擺這個攤子 賣最好的不是蛋 而是明紙 老闆帶我們重回這個現場 他說小時候在這邊 歷經過一些事情 所以他覺得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陰森 他到底歷經過什麼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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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裡 就是九彎十八拐人家講的 那個抓交一彎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看它白白那個地方 就是每次車子來到這裡 不管摩托車或是轎車 開到這邊 一定都會去撞那個地方 去撞車 北台灣著名的九彎十八拐 據說有三多 拐彎多 車禍多 靈異更多 自己碰過一次 就是我在睡覺 然後那個晚上我睡覺 我就明明就睡在這個床上 我的腳一直被拉拉拉拉 拉到床鋪底下你知道嗎 就一直拉喔 拉到一半喔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起來 我就哎呦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告訴我爸爸說 我昨天晚上睡覺 我的腳一直被拉拉拉 然後爸爸就說沒關係啦 他可能要吃柴葉蛋 就拿個柴葉蛋去給他拜拜吧 好兄好弟喔 你好 我想要欠吃 欠面 欠穿 我今天用柴葉蛋 幫你放棄這樣 一顆發作十顆 十顆發作百顆 今天這樣穿心心的 幫你拜拜 把米給他 把燒個籽錢給他這樣子 這樣就沒事了 讓他反正大家能夠和平相處 你有吃的 你就不要去騷擾我這樣子 什麼樣的茶葉蛋 讓好兄弟們也愛不釋手 說起王淑華家這一位 可是出了名的 一顆蛋能夠跟一條公路 一個靈異傳說 還有早年運輸心酸畫上等號的 恐怕也只有被移茶葉蛋了 我覺得他的茶葉蛋 味道都有進去啊 不錯啊 然後湯很好喝啊 爸爸他們貴州很喜歡吃辣 他們都是以辣為主 所以呢 爸爸就放了很多辣椒 然後下去滷 所以我們的蛋是辣辣的 貴州出生的王子芸 1949年隨著國軍來到台灣 退伍之後就幫忙修建本宜公路 修到最高點 也就是在第九灣這個地方 他發現眼前的景象 跟家鄉貴州有幾分相似 最後就帶著一家四口 利用蛇木蓋起木屋 落腳在這荒山裡 我們以前啊 爸爸就在這邊立足 就是在這邊這樣這一塊 對啊 在這邊我們搭一個 那個小木屋 對啊 然後就在這裡 在這裡這樣子賣蛋賣了這樣五十年 時間撥回五十年前 當年北宜公路是台北 往來宜蘭的主要道路 最早在中濟站住下來的 也只有王子芸一家人 過路人的宜蘭雜政 他都會出手幫忙 山上天氣寒冷 為了讓趕路人暖胃 因此賣起茶葉丹 以前一開始 但生意沒有很好嘛 然後後來因為九彎池八拐 很多人丟名字 所以我們也賣了很多名字 所以我們賣名字的生意 大過也賣過茶葉丹 當年邊開車邊撒名紙 是為了祭祀好兄弟 留下買路財 希望可以平安通過這一條路 但詭異的是 名紙撒越多 車禍反而有增無減 因為很多車禍都是因為是 丟了紙錢 因為有經過調查 丟紙錢 然後去被那個紙錢去蒙到了 對 所以後來就政府就說 叫人家不要丟紙錢 叫人家用燒的 你如果真的遇到事情 你就在馬路邊燒 然後後來很多人都在馬路邊 這邊燒一堆 那邊燒一堆 又引起了那個火災 後來政府就說一律不可以 等於公路離傳說甚小乘上 從小在這裡長大的王淑華不諱言 曾經有好兄弟向他求救 他說那一天他在店門外的彎道掃地 掃著掃著 心裡頭莫名有骨怪怪的感覺 像我來掃地的時候 我第一天掃 我就覺得說 他這個看起來那個樹 就是那個草有一點壓痕 因為他是用飛下去的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感覺上我們掃地 就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有車子掉到山蛙蛙裡面 其實我這樣子看又看不到 可是當我掃地掃完了 我就覺得內心還是覺得怪怪的 王淑華索性彎下身子 從彎道下看過去 奇怪 什麼都沒有啊 第二天我要掃到那裡 然後我要更往下再看 我就覺得這裡應該有車子掉下去 可是我還是看不到 到底怎麼回事 心裡頭那陣不安的感覺 總是揮之不去 當第三天我要掃到那裡 就感覺上那個靈魂在告訴我 我說你要來救我 你要來救我 我是在下面 結果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下面很深 大概將近一公里 結果看到了什麼 看到山蛙蛙裡面有白色的車子 對...然後有一個人 又剛好就是爬出來爬到一半 因為他是在求救 說救我救我 結果那個人大概三四十歲 就住在礁溪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看他來那個 來結婚的時候 就看他那個太太 然後小孩子還好小 看得很可憐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王勝哲怎麼會找上王淑華求救呢 難道... 我如果沒有那種感應 沒有那種感覺 他可能掉在那個山蛙蛙裡面 就永遠都沒有人可以找得到 因為那個山蛙蛙裡面 幾乎很少人會去那邊 是一個很深很深的山谷 八字帶七殺的 所以陰的他比較不怕 甚至他可以跟陰的好兄弟來講 能夠和平相處 甚至還可以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然後保持距離都沒有問題 王淑華自認從小體質 就跟別人不太一樣 有時候一股莫名的顫抖 或者是起雞皮疙瘩 就知道他來了 你如果是有缺點缺點缺錢 我回去的時候 我才把你收錢給你 怕嗎 王淑華說早就習慣了 沒啥好怕 倒是王淑北宜公路的卡車司機 開車開內了休息一下 好兄弟就會過來捉弄他們 那個大卡車他在那邊睡覺 都起來都跟我們講 都跟我爸爸講 老婆 昨天晚上我在車上睡覺 他都一直拉我的腳這樣子 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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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他跟我要錢 他要跟他要紙錢 這樣子 不要吵 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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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學上面來說 就是他的敏感度比較高 也就是說 他對於任何的事物 外界發生的一些狀況 他的敏感度高 會導致於說 他会用一些他比较能够节奏的方法去诠释 当年王子云为了减少意外发生 还特别立下规定 要求车主必须先把蛋吃掉才能上路 即便用心良苦 却经常被顾客还以颜色 因为你还要一边操作这个驾驶方向盘 然后你还要一边拨蛋很危险 然后很多客人都因为这样一不小心 就不是摔到水沟啊 不然就是由上一弯摔到下一弯 然后他命还在来 你就会回来告诉爸爸说 老婆 老婆 我不听老人眼吃亏在眼前 所以爸爸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他更应该坚持这样 叫客人要吃 吃好才外带这样 每个都好漂亮 像这样啊 一下气好了 我们就要起锅了 北一公路茶叶蛋用家传中药包 加上各式的辣椒当成卤汤 卤出来的茶叶蛋是又香又Q弹 不仅让很多驾驶闻香下马 就连长经国总统也赞不绝口 这里的茶叶蛋一卖就是50年 十几年前 王子云已高龄93岁过世 现在有女儿王淑华结邦 小桶的要几桶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要几桶 一桶 两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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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民国95年6月16号 雪山隧岛同车 北一公路车潮大简 山上戚风枯雨 卖蛋的日子也宣告结束 王淑华找了宜兰十多个地点 终于找到头城 在宜兰七点的位置重启炉灶 好吃耶 很多客人都是跟着记忆的列车 寻找到了山下 茶叶蛋伤头 依旧盖着那一件吞色的背心 花风 下雨 然后天气变冷了 然后爸爸都会把他的衣服 或是背心就是先送给那个 那个骑车的人给他们传 真的是我爸爸的不忘本的背心 先赞你摸一下 谢谢 谢谢 我刚才过得这么多的 好 好 谢谢 原本是拿来维持茶叶蛋温度的背心 意外温暖了很多骑士寒冷的生区 对王淑华来说 一颗茶叶蛋不仅暖心 更有爸爸的味道 他将让本宜茶叶蛋持续飘香 再来我们一起看看 风景秀丽的嘉义蓝潭 这个地方始终有很多诡异的传说 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鱼精 怎么个说法呢 当地人相信只要在这个地方 有人钓起了大鱼 那么隔没多久 可能这里就要出事了 可能有人钓到水里去 或者有人在这边做傻事 先前才有人用空拍机 整个空拍湖面 就拍照的湖面上飘出了一个巨型 大型的金黄色的鱼的轮廓 这就是传说中鱼精吗 夜色滴锤 水舞搭配上光雕秀 精彩的表演 让观众看得是步步转睛 这里是嘉义的蓝潭水库 近年来经过整治 搭配上装置艺术 吸引了不少的网美网帅 特地来这里拍照打卡 但其实蓝潭水库 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你钓到大雨了 大概不用多久 就又有人要去跳坛了 老一辈的都会告诉我们说 不要在这边钓鱼 或者来这边夜游 很危险 这边是一个潘一康的地方 只要是老一辈的嘉义人都知道 他们口中的坏所在 指的就是蓝潭 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 背后究竟有什么 观光客不知道的诡异传说 说起了蓝潭 翻开记录资料 这里是全台湾情深率 最高的水库 嘉义市的蓝潭水库 昨晚发生三民国一的女学生 跳水自杀事件 今天一大早 嘉义国中一年七番 就弥漫着一股哀伤的气氛 大家爱护蓝潭 2216 你就想要往蓝潭水库里面跳的富人 被穿着调为上衣的大学生 紧拉着不放 怎样就是不让富人有机会寻断 落水投潭相约性情 这类型的案例层出不穷 根本就是个轻生胜弊 只是有那么多的地方 为什么偏偏选在蓝潭结束生命 据说跟水库里栖息的一只鱼精 大有关系 因为它未曾干过 所以说你知道水未曾干过 那么久了 很自然而然 鱼在这里生长不受打扰之后 它就会长大了 当地的骑老都会告诉我们说 有这个蓝潭鱼精抓交替的传说 那一般很多水域 都有所谓的抓交替的传言 但是都是说水滚 但是在蓝潭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它讲的是鱼精 只要钓起大鱼就会出事 这样子恐惧的记忆 直到今天都还存在于 不少嘉义人的心中 那这边相传呢 只要有人钓到大鱼 就是那种超过正常尺寸的鱼 那就会不久之后 就会有一个人要下去替补 一条鱼得用一条命来抵 蓝潭抓交替的传说 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 夺走了超过八十条的人命 连最接近的2018年都有看似发生 人往生之后 他因为某种原因 被困在这个区域无法离开 要相传就是要找一个替死鬼 下一个在这边同一个地方 发生意外的人来取代他 他才可以离开才可以投胎 所以会去制造一些事情 制造一些意外 然后让下一个人来往生在这边 来取代他的位置 传说中就是说这里面有一只鱼精在修行 那你钓到的大鱼就是他的鱼冰鱼匠 那他扫了一个部匠 那觉得被你们侵犯了 那我又扫了人 我就抓一个人来做替补做交替 所以才有所谓的蓝潭鱼精抓交替 这个说法出现 跟着民俗专家的脚步 来到这个奇因之地 很难想象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 藏着多少的冤魂 根据统计已经有发生超过80件的命案 那这命案里面有溺水的意外 那也有自杀的 甚至有从外地跑来这边自杀的 那还有一些是社会案件 包含制焚 砌尸等等 所以它不完全只是发生溺斃事件而已 不知有不少人曾经在这里溺死 绕行水库一圈看到不少凉蹄 这个地方也有一段 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南潭的周遭有许多的小凉蹄 可是当地的民众 其实不太喜欢在凉蹄里面逗留 或是看风景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如果在这边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故 那打捞上来的遗体 为了避免它直接在那边当天曝晒 所以会找一个遮蔽的地方 那凉蹄就是一个遮蔽的地方 所以当地的民众有时候都会看到 盖着白布的遗体放在凉蹄里面 所以他们一般不太喜欢在凉蹄里面逗留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凉蹄呢 曾经发生过制焚的案件 而且不只一件 曾经发生过是一个老翁在这边制焚 那另外一件呢是母子 就是妈妈带着小孩来这边自焚的这个案子 1998年南潭边的凉蹄 传出了一阵细小的哭喊声 仔细一听 好像是小孩子的声音 嘉义警方今天凌晨1点10分左右 接获一名正在南潭水库钓鱼的民众报案 在潭边听到小孩的哭声 随即出现一堂烈火 立即通知警方前往处里 竟然发现三具泡汕一起已经烧焦的尸体 躺在熊熊的大火当中 附近居民靠近一看才发现 凉亭里头有一团大火球 下得赶快报警 消防员赶到现场一看都吓傻了 那他那耗三次线 那那会就很大 那会就会有的 有的会有的会有的 那会做起 麻烦一下 那会做起来啦 那会做起来啦 那曾经也蛮轰动一时的 因为当这个孩子的爸爸 来现场认识的时候 情绪是非常的激动 那怕小孩子在地上 被这些蚂蚁啊 虫子啊爬来爬去 他看得不舍 所以他小心翼翼的把孩子的遗体 移到旁边的桌椅上面去 可是他下一个动作 却让现场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讶 他就开始暴打 这个妈妈的遗体 来怨他说 为什么你自己不珍惜生命 要连小孩子一起带走 母亲怎么会带着 亲生骨肉走上绝路 还用自焚如此激烈的手段 至今都没人知道 也成了一件历史玄悍 更让蓝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要晚上来这边嘛 老一辈子就是告诫我们说 这边做拍抗 你来这边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鱼精究竟是真是假 恐怕没有人能够证明 但2016年的一段空拍机拍到的画面 震惊社会 水面上漂浮着金色的影子 看起来就像是鱼的形状 再仔细比对周遭几乎的比例 轮廓异常巨大 难道拍到了传说中的鱼精 我刚开始看到什么 我怕到 我以为我自己拍到 南潭的鱼精之类 因为南潭以前鱼精的传说很多 这段画面曝光之后 有更多人开始相信鱼精的存在 而近年来国片拍摄 台湾都市传说人面鱼 据说起源就是蓝潭 网路上可以找到很多的版本的资料 有人说是在高雄 有人说是在台南 有人说是在嘉义 那我本身在嘉义 曾经住过六七年 那听当地的人讲 他们都言之早早的说 那个都是乱讲的 正确的位置就是发生在蓝潭 那在这个玄学上来讲 这种三明水秀 风水很好的地方 就是灵气聚集之地 所以有时候也会吸引一些 妖精鬼怪来这边做修炼 那所以才会有这个 有鱼精的这种传说 或是有其他的这种精怪 在这边出现的这种传言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 水最容易聚音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才会造成鱼精的出现 所以说一开始可能是鱼精 哪有这个钓到大鱼 就会被抓交替去 当它的冰箱的这种说法出现 可是当随着 这边的社会案件 发生了越来越多 有溺斃的 有意外的 有制焚的 那另外一种力量 也会在这边聚集 就是聚音 就是人死后会为鬼 在这边受到了磁场的牵引之后 就会开始抓交替 南潭侧边人烟寒至的地方 有个小小的祠堂 里头供奉着江将军 据说就是要安抚水神 希望能减少意外发生 那当地人就是觉得 这边是很拍康 很不平静的地方 所以除了有福德正神的庙 那也曾经举办一些超顾法会 那当地也在这边设立了一个将军池 希望可以安正安抚这个地方的这些 受难或是意外冤死的这些孤魂野鬼 可以得到一个平息 希望这边不要再发生那么多意外事件 当地的居民在这边住了十几年 都很清楚鱼金的传说 应该有这个传说 可能就是它会有这个事件的发生 那以前的话到现在 现在的话蓝坛的位 人家都有 以前有留完一句话说 你那说不去替养市蓝坛 没感觉你不要去跳 如果说他比较想要清深的人 他如果骑着很乎 开很乎的位 他可能到那里就没有想法去了 因为刚好蓝坛就是 我们家里市城市就是那么小 就是当时蓝坛 差不多半点钟就都会到 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 然后他那个很强烈的意思 乘来跟这儿紧紧的 刚好 它不会消化掉 它可能就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不然基本上蓝坛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很容易让你好像很闷 人一闷想不开 他就容易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 不会推出去 经过整治之后 已经大幅降低 清深和溺水的比例 胜任里长希望能让蓝坛 扫除过去留下的阴霾 可能也是地理环境的关系 那个池长会比较稍微冷了一点 所以说把它做一个修正 修正的话 那个想不开的行为跟案例 它就会变得比较少 包括它是一个路口 自己就觉得阴阴安安的 然后我感情又不顺遂 然后看到好像没有看到希望 刚好走到那里 那里又冷冷的 然后要下去又很方便 它就下去了 在我的人体来目前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发生 我们的就是管理单位 自在水公司还有消防局这边 还有我们理办公处这边 基本上就是也会做一些宣导 波光玲玲 平静的湖水底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 没有人敢去一探救济 余金的传说也将一直印在嘉义人的心里 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带您看到了 在嘉义台南一带 这个操着想板帮人算命的神奇老人 大家争相找他算命 而且听说准得不得了 但他也很有意思 他反而劝诫世人别太迷信 人也可以战胜命运 不是吗 台湾大戴基 五唐八卫基 我们下次见 仔细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